詞作 produce 作曲 作曲 李出代 主啊 我深愛你 神愿我永属祢 愿祢聚我灵灵 永不分离 主啊我深爱祢 我是永远属祢 因祢掀开我 为我舍己 在天我还有谁 在地无所爱 为远居我钟情 清雨主宰 主啊我深爱祢 我是永远属祢 因祢先爱我 为我舍己 今宁岁岁有千万 神愿可偏称昏 一旦若失了祢 我心灵岁岁有千万 为我为我舍己 祝祝你别无所求 为你能借我用 我心灵岁岁有千万 我心灵岁有千万 为我舍己 因你一旦岁有千万 为你一旦岁有千万 我心灵岁有千万 家人们平安 我们先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父神来到我面前 主啊我们每一位都是照着神 你的形象所造的 照着你的样式所造的 主啊也有一个从你来的 主啊主啊一个灵在我们的当中 主啊的灵在我们的身上 主啊帮助我们开启 一个属灵的眼光 让我们看见你要我们看见的 也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每一步路上 都能够看见神你的引导跟指引 主啊我们赞美你 愿今天早晨再次用你的话语 来开启我们的心 让我们的心再次的被你来引导 谢谢主耶稣 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Amen Amen 是的 弟兄姐妹平安 在古代呢 两国相争 比的不只是军事的力量 那比的更是背后 祭拜的神职的能力哦 那可以带领一个国家 征战得胜 常常灵界的征战 更被视为是决定胜负的主要关键 那从今天经文的背景我们可以看到 以色列人靠着上帝打了两场胜仗 先是亚摩利人 后是巴山人 接着上帝带着以色列人在摩亚平原安营 但这个举动大大惊动了摩亚王巴勒 即便当时摩亚人与迷列人结盟了 是一个很坚强的联盟 但他们仍然害怕这支从埃及出来的耶和华的军队 摩亚王巴勒打算挑起一场属灵的征战 他用重金收买当时颇具圣名的外邦先知巴兰 来执行这场灵界的征战 因摩亚王巴勒他知道 巴兰为谁祝福谁就得祝福 咒诅谁谁就受咒诅 那耶和华也使用外邦先知对摩亚使臣说话 要他不要去咒诅以色列人 巴兰也如实告知 然而第二次使臣带着更大的利益来找巴兰的时候 巴兰虽然口头敬畏神 恪守耶和华的命令 但却又再次等待上帝会说些什么话 而不是斩钉截铁断然拒绝 因为耶和华早就对他说过了 不要去 不要去咒诅以色列人 这个微妙的操作显出了巴兰心中 在意的不是耶和华的话 执行上帝的心意 而在意的是世界的这些名利虚伏 而上帝也任凭巴兰去 最后但是必须遵行神的话 你觉得巴兰会遵行神的话吗 上帝当然知道巴兰不会遵行神的话 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今天的第一部分 巴兰三次用杖打驴 第21到30节 我们先来读一下这段经文 巴兰早晨起来背上驴 和摩鸭的使臣一同去了 神因他去就发了怒 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抵挡他 他骑着驴有两个仆人跟随他 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 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就从路上 就从路上跨进田间 巴兰便打驴 要叫他回转上路 耶和华的使者就站在葡萄园的窄路上 这边有墙 那边也有墙 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就靠墙 把巴兰的脚挤上了 巴兰又打驴 耶和华的使者又往前去 站在狭窄之处 左右都没有转折的地方 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就卧在巴兰底下 巴兰发怒 用杖打驴 耶和华叫驴开口 对巴兰说 我向你行了什么 你竟打我这三次呢 巴兰对驴说 因为你戏弄我 我恨不能手中有刀把你杀了 驴对巴兰说 我不是你从小时直到今日所骑的驴吗 我素常像你这样行过吗 巴兰说没有 好的我们看到次日早晨 巴兰照着神的话 跟着摩鸭的使臣走了 边边上看起来是遵行神的话 但上帝发现他心中没有打算遵行神的话语 因为在第12节上帝说不可咒诅以色列人的命令 有上帝有这个命令 所以看见其实巴兰是要去咒诅以色列人 所以上帝在22节这里 看见 人的使者以人的事为念 神的使者以神的事为念 上帝大大发怒 要抵挡巴兰的计谋 因为他要去咒诅以色列人 上帝不打算再降低自己的格调 再跟巴兰说话了 那上帝兴起巴兰的驴子开口对巴兰说话 这是一个神迹 那上帝使驴子看见耶和华的使者拔刀拦路 驴子就更改路径 从路上走到田间 巴兰第一次击打驴子 使驴子走回路上 当走回来时 耶和华拔刀的使者又挡在两边都有墙的窄路上 哇 那这更难走了 那驴子看见耶和华的使者拔了刀 那他只好紧贴靠墙 结果巴兰的脚就被他挤伤了 巴兰第二次打驴子 此后驴子继续载着巴兰往前行 耶和华拔刀的使者第三度挡在他们的前方 而且是在一个更狭窄的地方 窄到驴子只能往前 无法往左或往右任何一点 此后驴子继续载着 这个过程当中上帝让这个驴子只好趴下来了 然后这次巴兰发怒了 第三次击打驴子 此时上帝使驴子开口说话 质疑巴兰为什么要三次打他 巴兰在慎怒之下不觉得自己在跟驴子对话 这样的对话有什么奇怪 甚至愤而想要杀了驴子 驴子反倒比巴兰还要冷静 要巴兰回想从小到大 驴子可曾这样悖逆过吗 巴兰发现 原来没有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巴兰第一次击打驴子 是要驴子走回巴兰所认定的正路上 却不知道自己才是那个 最需要走回正路的人 会不会在我们挑剔人 挑剔别人 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驴 冥完不灵 殊不知要求别人改正的当下 最需要反省的人其实是我们自己 马太福音七章五节这里耶稣也说 假冒为善的人 先去掉自己眼中的凉目 然后才能看得清楚 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 我们亲爱的家人们 我们不要论断人 不要让自己成为眼中 耶稣眼中假冒为善的人 要先去掉自己眼中的凉目 然后才能看得清楚 去掉弟兄眼中的刺 让我们都遵行神的话 使我们的生命得以结出圣灵的果子 再来我们看到巴兰朝向 目标前去的方向 一连三次遭遇不顺 先是偏离预设的路径 再来是身体受了伤害 最后甚至整个无法前进 全然停滞 此时巴兰觉得 所有的错都是驴子的错 却不知道自己不顺服神 得罪神在先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 世人在不顺遂的时候 就会开始抱怨 什么都可以抱怨 抱怨的对象千奇百种 到处找战犯就责 唯独看不见自己才是问题的核心 抱怨是不信神的恶心 是神所不喜悦的 面对拦阻 巴兰不知道他所抱怨的驴子 其实才是他生命的救星 不然顺利往前走 巴兰早就没命了 这也是出于上帝的怜悯 留给巴兰的恩典 让巴兰有一个认罪悔改的机会 求主帮助我们 不是用世俗的眼光来看待 拦阻 求主使我们眼目明亮 用神的眼光来看待 因为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那什么是爱神的人呢 那相信不是巴兰这的人 他们是为了利益 背乎神的命令 那什么样的人才是爱神的人呢 在约翰福音14章 第21、23节中提到 耶稣说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 这人就是爱我的 爱我的并蒙我父爱他 我也要爱他 并且要向他显现 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 我父也必爱他 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 神的话是我们的生命 我们不顺服神的话 生命就会受到影响 我们看到真正爱神的人 是顺服神的话语 并且去行出来的 不只是相信 而且是行出来的 那因着我们顺服神的话 行出神的话 约翰福音6章63节 耶稣说 我们对你们所说的话 就是灵 就是生命 所以一个真正爱神的人 就是遵守神话语的人 这的人上帝要为他调动万有 兴起环境 使兰主也要为他效力 接着我们要来看第二个重点 上帝使者再次警告 在第31到38节 当时耶和华使巴兰的眼目明亮 他就看见耶和华的使者 站在路上 手里有拔出来的刀 巴兰便低头伏伏在地 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 你为何这三次打你的驴呢 我出来抵挡你 因你所行的 在我面前偏僻 驴看见我就三次 从我面前偏过去 驴若没有偏过去 我早把你杀了 留他存活 巴兰对耶和华的使者说 我有罪了 我不知道你站在路上 阻挡我 你若不喜欢我去 我就转回 耶和华的使者对巴兰说 你同这些人去吧 你只要说我对你说的话 于是巴兰同着巴勒的使臣去了 巴勒提见巴兰来了 就往摩押金城去迎接他 这臣是在边界上 在雅嫩河旁 巴勒对巴兰说 我不是积极地打发人到你那里去找你吗 你为何不到我这里来呢 我岂不能使你得尊荣吗 巴兰说 我已经到你这里来了 现在我岂能擅自说什么呢 神将什么话传给我 我就说什么 好的我们看到 既驴子开口说话之后呢 耶和华上帝兴起了第二个神迹 那就是让外邦先知巴兰眼睛明亮 可以看见神的使者也因着 面见耶和华拔刀的使者 也可以看见这个巴兰 看见巴兰 看见巴兰 因着神的使者 巴兰彻底降服了 降服在地 默认自己在神面前所偏僻 行为鲁莽 承认自己有罪 因此刻全然顺服上帝的带领 那虽然从摩亚的使臣回去 但却传讲上帝要他说的话 巴勒终于盼到巴兰来了 便往摩亚金城去迎接他 甚至质疑巴兰为何推迟这么久 不知道自己 巴勒自己 其实是可以使巴兰得着尊荣的吗 最后我们从巴兰的回答里面感受到 不像之前他为名利出卖上帝 反倒好像被人用刀架在脖子上说话一样 变得很小心 非常敬畏 不敢再提什么荣华富贵了 反倒再宣告神将什么话传给他 他就要说什么 亲爱的家人们 巴兰的教训提醒我们 不要贪爱不义之功架 反倒要谨守遵行神的律例典章 感谢主因着信靠主耶稣基督 如今靠着所应许的圣灵 帮助我们都可以不活在律法之下 乃活在恩典之下 求主圣灵帮助我们 活出谨守遵行神律例典章的神命 到老都不偏离 顺服神的话语过蒙福的人生 在《圣灵记》十一章中提到 神透过摩西对色列的人的吩咐 向世人宣告说 看哪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的话 都沉迷在你们面前 人类的命运是被看不见的祝福 和咒诅的律所影响 这个祝福与咒诅的律来自于上帝 人类若违反神所设立的祝福律和咒诅律 就会陷入混沌黑暗的当中 有人认为这个是一种迷信 或是一种传说 好像在这个科学的时代是行不通 不用再讨论这些还是祝福啊还是咒诅啊 好像都很不属灵 但是这是一种无知的表现 当我们否认祝福和咒诅律的律的存在 也无法改变他们对我们的影响 他们是真实存在的 这种影响不但对于个人 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家人 家庭 社会 国家和全世界 举凡性别的问题 淫乱的问题 堕胎的问题 娱乐性用药的问题等等 都一一的冲击着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 然而世人的道路是迈向死亡与咒诅 唯有走在上帝的道路上 才是迈向生命与祝福的不恶法门 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父神来到你的面前 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时时刻刻引导我们向前行 不论起行 不论安营 我们都随从你 不论是要往前进 还是要往后退 是左转 是右转 神你都开启我们的眼睛 好叫我们的眼目明亮 得知上帝你的恩典道路 这一书赞美你 愿今天早晨你的话语开启我们 让我们有一个更爱主更爱神的心 好叫神与我们 我们与神同心合一 主我们赞美你 谢谢耶稣 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 是奉耶稣的名 阿们 在你面前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